選舉人 總會的路 支持六號 民主席部長 中審會政黨號次抽籤 民進黨抽中六號 喊出跟賴消一樣的口號 不分區排名第一 第二的林月勤 沈柏陽出席抽籤 強調綠營專業度 過去八年不是只有在通過 抗中保台相關的法案而已 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長照 以及弱勢照護的議題 都是在民進黨的守備範圍之內 國民黨聲勢浩大 部分區排名第一的韓國瑜領軍 還有四名候選人陪同 藍營抽中九號 民眾黨同樣 由排名第一的黃珊珊出席 抽到十二號 其他像是台灣基進四號 實力八號 親民黨十四號 今年一共十六個政黨搶攻 三十四席不分區席次 我們非常高興抽到第九號 疫經最大的揚述是九 所以在這裡要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繼續來支持我們國民黨 中華民國 長長久久 其次的部分我們當然是很樂觀的評估 希望都應該有雙位數以上 韓市長是因為他在市政府的時候 我也跟他熟識哦 所以我剛剛是說好久不見 那大家一起加油 不會言跟韓國瑜熟識 而韓國瑜抵達中選會時 跟黃珊珊寒暄問候 但兩人都沒有跟民進黨代表互動 畢竟這次立委選戰 有可能三黨不過半 藍白有機會在立院合作 韓國瑜搭檔 黃珊珊搶攻立院正副院長寶座 就是所有的政黨都應該要有危機意識 沒有人應該要有什麼偏安的心態 綠營戰戰進京希望選民回流 選戰倒數藍綠白衝刺政黨不分區 力拚國會席次